大家好,继续给大家说中国的事情 中国这两天,我这边听到的 至少有一半都是好消息 一半都是说,细胞子现在有点儿 hold不住了 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太监,都在劝他 中国这个国家,共产党 之所以过去这么多年,流鼻哄哄 都是因为赚了钱了 赚了钱了,受伤有嘴了 就跟家里一样的,腰梗子硬了 所以说话声音又大了 底气就足了,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讲来着 叫人一扩,你就变 人为什么说猥琐呢 会像个贼密疏远的 因为没东西,腰里腰杆子不硬 手上没子,腰包里是空的 人都是一样 那么国家也是一样 尤其对于中国这种没有价值观的人群 或者是没有价值观做支持的国家 有钱就是王道 有钱就是一切 是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过去中国五千年历史都这么说的啊 有钱你就是爷 没钱你就是孙子 就这么简单 所以习主席不要再这么搞了 有一天如果真没钱了 那你就只能当孙子了 说的话就没人听了 现在之所以有人还听你的话 他说全一切都搞不定 说劝习主席啊 搞搞经济啊 说搞经济和这个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坚持红色江山万言永不变 他不冲突啊 就这么个意思啊 说现在这个花从哪儿说起呢 说这个央视这边啊 批了谣 是不是 本来这个事老百姓都不知道的 批什么谣呢 说中国的养老金告急 这个新闻呢 搜的一下就就就就就就冲上热搜了 养老金告急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 是吧 养老金养老金 它是个巨大的 动不动起十万亿的规模 是不是 你涉及到一个人身上 中国老百姓都是皮桃柔厚的 他听不懂的 你跟他说中国的养老金不够了啊 中国的养老金的池子亏的不行了 他觉得跟我有毛关系啊 跟我说的一会儿 能饭吃吗 是吧 我今天有粥喝 晚上有姑娘睡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土工中国的人民日报 或者是尤其是中央电视台 你如果说啊 养老金告急 这个新闻不对啊 不对 所以我们中央电视台代表习主席 向全国人民辟谣 不要相信这些个造谣传业的坏家伙啊 尤其那个信苏的家伙不是个好东西 是不是 哎 你这样一说 你这样一说 反而这个什么啊 老百姓就信了 卧槽 养老金告急 央视都辟谣了 是吧 说明这个事是真的 你如果不辟谣也还行呢 是不是 一辟谣麻烦了 所以中国的网民的反应是什么 那就央视辟谣了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是吧 有网民就提出质疑 说每年交六万亿的社保 二十年你才存了三万亿 只够两千五百万个退休金 一万的人发一年 是吧 还好意思说没有动用过 什么这个数字就不对 你欺负老百姓没有文化吗 老百姓终于关注这个事了 另外有网民就说啊 要不把数学课也停了 也停了 大家都一起学习包子 这个治国你 这通伤宽衣行不行 还要什么数学干嘛呀 大家都不会说数学 就没有人戳穿你了 啊 所以呢 现在很多词儿 说这个习主席啊 现在遇到这些事情呢 就挺烦 说以前清华大学 有位学者是吧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 过去叫什么 叫道路以沫 道路以沫是什么呢 目光我就看着你 我他妈的盯死你 我的眼光里有刀剑 是不是 我把你射死你 我把你射到墙上 很有意思 就道路以沫是这个意思嘛 仇恨的目光盯住你 让你心里发毛 然后呢 教授说话那就不一样 清华大学的人建涛老师就说的 是我们的政府啊 过去是警惕道路以沫 现在呢是警惕老百姓的软性抵抗 软性的挑衅 软性的抵抗 软性的不合作 你目前看到的什么躺平呢 是不是 我们是最后一代呀 这叫软性的不合作 软性的挑衅是什么呀 软性的挑衅就是你那批谣 我不信 而且我还讽刺你 这叫挑衅跟你过不去 还有软性的抵抗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不上班了对不对 我在家里躺着我啃脑行不行 还有你要我买房子我偏不买是不是 一头猪都知道 所有不讲房价的房地产新政都是傻流氓 都是欺负穷人的欺负老百姓的 所以呢这个东西问题就出现了啊 这个习主席呢就开会就研究这个事情 到底是老百姓道路一幕呢 软性挑衅的软性抵抗啊 还是这个民众不再信任我们的政府呢 这是个问题 是不是 如果是民众不信任我们的政府的话 那原因就出在政府身上 如果是民众故意挑衅政府的话 那问题就出在民众身上 是不是 那民众身上有什么用啊 你又不可能把老百姓 全都杀死 算了 是不是 所以说他们说这个中文电视台啊 搞这些个事啊 叫做叫做什么呢 就是偷鸡不成 叫十把米 老百姓一下子全明白了 中国这么多老年人 你养老金都没了 都亏空了 完了以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说养老金这个东西 关涉到社会稳定 比年轻人失业其实更可怕 这是一个比年轻人 找不到工作更可怕的事情 因为中国是一个老年社会呀 说目前全世界 尤其是东亚几国 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啊 台湾 大韩民国 大日本敌国 中国 都面临一个老龄化的问题 老人如果没有钱花 那国家就断套了 是吧 说人民日报就是天断 是吧 完了以后呢 是习主席开会 请知识分子来建言建策 据说这个 清华大学的人建讨 老师也被请过去了 啊 结果人建讨老师一请过去就说了 刚才说的几句话 要小心 要避免 中国老百姓的软心挑衅 软心抵抗 是吧 还有 还去说还有一个词叫软心的消解 就是你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我非得给你搞到恶搞一下 然后你就没脾气了 是不是 人建讨老师是很有才华的 是在目前的中国呢 还能够说一两句人话的 优秀的知识分子 这哥们呢 其实读的书学历很低的啊 是一个师范院校毕业的 一个大专身 然后自己靠自己的自学 就搜搜搜地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 很牛逼的啊 搞政治学的 这个属于重庆娃啊 很帅真的一人 所以前两天那个什么 我看到那个推特上 一个叫挪玉凤的凤姐的那么一个ID 天天在说 我是一个师范生 我的是阶级论 我出身太差了 我的原生家庭有问题 所以我在中国是混不出来的啊 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话的啊 这个话题扯得有点到一边去了 一个人取决于你的学习能力 不取决于你毕业于什么学校 我的朋友里面有好多这个清华 北大啊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什么什么中山大学毕业的啊 有些人在跟我熟 有些人跟我不熟 有一多班人跟我做助牛 我都不带药的 这样都不骗你 我就是一师范学校毕业的 是不是 说句政治不正气的话 毛泽东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的 人家一辈子干了多少大事啊 是吧 多少 那你说他干的大事是大坏事 大坏事他也是大事啊 你不要讲这些个东西 人哪 一旦走出学校 你的那个学历 你的那个户口就不重要了 知道吧 完全靠你自己 人一辈子要学习 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我是32岁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过去的知识结构 太文艺了 太小清新了 太傻逼了 知道吗 一定要接地义起 人家活在这个世界上 首要的条件 是要有一技之长 真的 这个太重要了 我花了五年的时间 才把知识结构 才搬过来 从此不再是一个 250的这个什么文学青年 很二的 所以说到任建涛的 就说到这上面去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说任建涛啊 给习主席提了一个建议 说要把这个网评员的 对我取消了 说你现在你花了这么多精力 搞这么多网评员 完了以后呢 你政府呢 又把那些个说几句 真话的知识分子 一个一个的封杀 一个一个的都跑了 都离开中国了 都跑路了 完了以后 你单方面在土工中国啊 在中国的局域网里面 宣布胜利 宣布你已经占领了网络阵地 这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思想言论 它是个市场 你只有竞争的 政府你第一 你不要去给有些人帮你说话 你给他发工资 那是不行的 第二 你政府 你政府是什么呀 政府是裁判永安 是吧 政府你不能拿偏价 你不能偏袒一方 打压一方 你把另外一部分人的嘴巴 都贴上封条了 甚至把人都抓到 建议里面去了 完了以后 你让胡锡进 让张维为 那帮人天天夸你好 你这有什么意思呢 没意思 是很弱智的一个表现吗 是吧 如果你长期这样的话 那就大家就开始 软心抵抗呗 就开始挑衅你呗 软心挑衅呗 软心抵抗呗 软心小姐呗 道路一目呗 你说是这个道理吧 说这是三岁小孩 都懂这道理 习主席你 你哪儿 人家难道不懂吗 是不是 你现在中国就是 很抽不了脸嘛 是不是 我觉得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说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任老师说的话 我听完了以后 哭得稀里哗啦的 难道真有这样的人说话吗 我是表示怀疑的 但是道理的确是这个道理 中国共产党 他是臭不了脸的 他老是单方面宣布胜利 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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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